如今娱乐圈的明星进入整容时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常在聚光灯下的他们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好看更自信 纷纷加入了整容大军的行列 不过整容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危害 并不是每个人整容都能大获成功的 有的人不满整容结果 抑或是因为个人原因毅然决然的取出身体内的硅胶狭体 回归自然美 本期太八卦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到底有哪些泰国女星位列其中吧 曾经位列性感女星排行榜前 列的泰国女星丹默因其性感火辣的身材获得了众多的奖项 她不仅是性感美丽的女演员 也是男人心中的梦中女神 不过即使是被受追捧的丹默也是整容大军中的一员 由于之前她曾在一场事故中受重伤 但为了恢复往日的完美形象 丹默选择了电鼻子和龙胸 然而最近却有消息传出 丹默已将身体内的硅胶夹体取出 令人惊讶不已 近日受访时 丹默表示自己已经身为云木 所以想给洋女树立一个好榜样 以后不想再以性感的形象是人了 此外 丹默也坦言称 这次不仅是取出胸部的夹体 还有其他部位的夹体也被取出 但具体是什么部位暂时还不方便透露 从泰国歌唱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女星 帕潘AF 近年来无论是在歌唱还是表演方面都颇有成绩 但帕潘也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整容的明星 据说单单鼻子就已经整了两次 最终由于不小心发生意外 造成甲体传破鼻子 潘趴不得已取好将鼻子内的硅胶甲体全部取出 恢复了整容前的样貌 以饰演反面角色而名声大噪的女星 您即使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但这并没有减少您的性感美丽 有着丰富整容经验的您 被视为泰国娱乐圈的整容逼足 年近40的她仍然美丽动人 但您曾透露说自己做过下巴整心手术 但说后不到一周就决定将甲体取出 因为整心之后她非常不满意 最终选择回归自然美 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为了变人帅变美 选择整容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同时整容也是存在风险 也许有的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可能一次整容的失败会影响到一辈子 可能不仅仅没有达到想要变人帅变美的目的 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莫大的伤害 因此整容有风险 动刀需谨慎啊 记者梁星星 泰国曼谷整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